2022年1月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 一对中年夫妇满脸悲痛 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盒子 脚步沉重的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中年大姐突然就失去了平衡 跌倒在地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这一幕就像是悲剧电影的开场 却是他们真实的人生了 话说回来呀 这对夫妇怎么有着如此沉重的步伐 那盒子里装的又是谁的骨灰呀 为什么他们手里还拿的是美国政府开具的死亡证明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贺杂话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 不仅令人心酸 也让人深思 我们的主角是一个家庭优渥的华人女子留学生 季孟琪 她为了爱情 放弃了事业 却发现自己呢 深处一个充满暴力与压迫的环境中 为了绿卡 为了孩子 她选择忍受这一切 直到生命的火 被残忍的扑灭在了28岁的华年 在1991年的春天 陕西西安市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 她的名字叫 季孟琪 她出生在一个高学历的家庭 父母都是高校教师 这样的家庭背景啊 让她从小就享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资源 季孟琪呢不仅品学兼优 她还多才多艺 她的人生呢 就像是一条坦途啊 2009年的高考中 季孟琪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华东理工大学 在大学期间她的表现是依旧优秀 大三十啊 她更是获得了去美国 密苏里大学 哥伦比亚分校 进修的机会 这一经历呢 无疑是她人生中啊 又增添了更多的色彩 毕业之后啊 季孟琪面临着人生的抉择 是回国发展呢 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奋 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 她选择了后者 她的父母啊 虽然对这个决定呢 持支持态度 但也提醒他啊 要在这个感情上 多加小心 因为他们深知啊 这个女儿虽然是学业上无可挑剔 但在这情感世界里呢 却显得是有些稚嫩 在美国啊 季孟琪呢 并没有让自己的才华埋没 很快呀 他就在一家制造假牙的公司 找到了一份工作 并且迅速的晋升为实验组组长 这一切呢 都在证明着 季孟琪的人生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然而呢 就在这家公司 他又遇到了后来的丈夫 约瑟夫 从此 他的人生轨迹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2015年的秋天 工作室里迎来了一位阳光帅气的大三学霸 约瑟夫 这个年纪比这个季孟琪小五岁的小鲜肉啊 他不仅是书读的好 还特别会撩 每天呢 都能找到各种理由来搭讪孟琪 不知不觉中了 季孟琪发现自己 已经沉浸在了约瑟夫送的 每一束花 和每一个小礼物里头 感受到了一种被人宠爱的幸福感 虽然说季孟琪的这个父母 一开始对这段感情呢 持保留的态度啊 但爱情的力量 那是不可阻挡的 季孟琪呢 被约瑟夫的热情和真诚完全的 俘获了 两个人很快就进入了热恋阶段 那爱的是轰轰烈烈呀 到了2017年 季孟琪的美国签证啊 就要到期了 可是这约瑟夫呢 却安排了一次徒步旅行 并且浪漫的向季孟琪啊 求婚 没过多久呢 两人就举行了 简单而又温馨的婚礼 就这样呢 季孟琪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继续留在美国 但生活呢 不是童话 婚后的季孟琪却逐渐的发现 爱情啊 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尽管呢 他是出于爱情和签证的 双重考虑 与约瑟夫结婚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 让他的生活陷入了一个 不可预料的漩涡 2017年年底 季孟琪呢 发现自己 怀孕了 他和约瑟夫啊 那都是喜极而泣 但随之而来的呢 却是一连串的生活困境 约瑟夫虽然是满心欢喜 却提出了让季孟琪辞职在家的要求 哎 可你说呀 这家里边 连个固定收入都没有 这突如其来的这个小生命 他怎么养活呢 从那个时候起呀 这个小家就陷入了经济困境 季孟琪呢 不忍心 让远在中国的父母担心 每次通话呢 那都是 报喜不报忧 硬是咬着牙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压力 为了维持生计呀 他不得不在家中呢 带着大肚子啊 做起了这个翻译工作 2018年10月 女儿安娜降临人世 本应该是满满的幸福 但季孟琪呢 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 疲惫和无助 照顾孩子 家庭经济压力 缺乏支持 这一切都让季孟琪感觉到异常 疲惫 他曾经向好友吐槽 感觉呢自己像是陷入了一种无法逃脱的泥潭 尽管他努力想改变现状 但是约瑟夫的态度 却让他彻底绝望 他开始怀疑呀 自己和这个家庭的未来 到底在哪里呢 就在季孟琪心灰意冷的时候呢 他的父母 不远万里 来到美国 本来呢 是给女儿加点油打打气的 可谁想到啊 这个女婿约瑟夫啊 不仅他是不领情 还一脸的嫌弃 这不是明摆着 不把岳父岳母放眼里吗 尤其是当他们用中文交流时 那约瑟夫呢 就表现出了深深的鄙视 这分明就是 文化冲突 加上个人偏见 简直是让人无法容忍 由于这个女婿 没有好脸色 那季孟琪的父亲呢 没多久 就回到了中国 母亲呢 心疼女儿 就算是这个女婿 处处的刁难 他也是留了下来 女儿安娜出生后呢 约瑟夫仍旧是不管不问 也不出去工作 家中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在季孟琪的身上 现在呀 父亲已经被他赶走了 而母亲呢 还在为自己委屈求全 他实在是压不下这火气了 对着约瑟夫大吼道 如果你不照顾好我的身体 这个家将来靠什么过日子呢 你这样做 那对我和这个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 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但是谁又能想得到啊 就是一碗热腾腾用心良苦包的饺子 竟然成了引爆家庭争端的导火索 季孟琪的母亲啊 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呢 为女婿过一个温馨的生日 却没想到啊 这位国际范的女婿啊 因为包饺子的时候用了他一块砧板 那就是大发雷霆 这不仅然想问呢 大哥你这砧板上 它是长模糊了呢 还是这饺子不符合你这国际口味啊 约瑟夫的行为啊 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作 而且还是大写的作 要求岳母呢 下跪道歉 这哪是一个成年男子该有的行为呀 但这背后呢 又让人不得不感叹 季孟琪和他那母亲所面对的呢 是许多刘美华人不愿提及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签证和身份的问题 这张网诈呀 很多时候成了操纵刘美华人命运的杀手锏 不管你有多聪明 你有多能干 一旦触及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不得不低头 季孟琪的母亲 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 留下女儿孤独的 面对这一切 这种无奈和辛酸 恐怕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深深的体会到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次分离 竟成了 永别 美国的朋友们的一定熟悉一个电话号码 311 就是那个大家平时呢 可以用来 报告漏水呀 或者修路问题的那个311 2019年10月10日下午3点半 这个电话接到了约瑟夫的求助 喂 你好 我想报个人口失踪案 没听错 对是失踪案 这位打电话的约瑟夫啊 这声音有点紧张 有点迟疑 我需要 接下来 接下来 报告 我可以帮助你 你的名字 你叫什么 Ellidge 好 告诉我什么 什么 昨天早上 我醒了 我妻子 离开了 她离开了 她的婚礼帘 她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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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她应该直接拨打911 但她却选择了311 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她觉得这还不算是太紧急 还是她内心深处有她不愿意面对的真相 接下来的情节 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警察到约瑟夫家里边一探究竟 那约瑟夫呢 给出了解释 那让人是 啼笑皆非呀 她说和妻子啊 刚刚给女儿过完生日 然后呢 妻子就 蒸发了 蒸发 这是失踪呢 还是什么魔术表演 约瑟夫的解释呢 像一本糟糕的剧本 情节可以说是跌宕起伏 却又漏洞百出 她说他们吵架了 她以为呢 妻子是出去找朋友诉苦去了 好吧 这就算是一个正常的剧情吧 但接下来的那就离谱了 她发现妻子的钥匙 手机和电脑呢 都在家里头 却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对劲 我只想问呢 这是多大的心呢 或者说这是多大的冷漠呢 而且从妻子消失到报警 整整他拖了两天 这期间 约瑟夫除了带女儿 散步似乎并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寻找形容 等到季蒙奇的母亲都着急了 联系不上女儿啊 才有一个朋友呢 上门探查 这时候约瑟夫才意识到 噢 我的妻子失踪了 整个情节呀 就像是一场闹剧 而且是让人哭笑不得 又不得不承认那个现实的生活比电视剧还要离奇呀 大家想想看 这是一个家庭悲剧呀 一个母亲的失踪 一个女儿的未来 那竟然被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这里面呢 有太多的疑点 和不合理之处 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解 而约瑟夫的真实想法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一定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失踪案件 绝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季蒙奇的失踪案很快就被媒体给盯上了 5天后啊 约瑟夫面对记者的采访的时候那个表情啊 我告诉你啊 那简直就像是参加喜宴的嘉宾 一脸的微笑啊 却没看出来一点点的悲伤或者是担忧 这不仅就让人想起来呀 那些个心理学大佬们说的啊 说谎的人 很难模仿真正的悲伤情绪 反而可能会露出微笑 这是不是意味着什么呀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呢 心里有数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呢 不是约瑟夫的采访 是他后来在警局的供述 按照约瑟夫的说法呢 10月9号上午10点半 他决定带着女儿 出门兜风 他沿着美国63号国道呢 驱车南下 半小时后 抵达了劫飞训 然后 折回了家 到了傍晚6点呢 他再次 带着女儿出门 这次呢 还是沿着63号国道 往南走 总之呢 他是从这儿到那儿 然后又折回来 最后呢 又去了别的地方 但警察一查他的手机记录 这个情节突变呢 原来啊 这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啊 根据他手机上的记录 约瑟夫不是去了某个小镇上散步 然后乖乖的回家 而是呢 开着车去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最后 到了拉米河那儿 在那儿待了足足有70分钟 我就想问呢 这位约瑟夫大侠 您在那儿做什么呢 钓鱼呢 还是野餐呢 而且呢 这哥们的车速 也是一个谜 按照常理呢 他那天的行程 最多是4个半小时就够了 但是他手机记录却显示 他用了20多个小时 这是开车去啊 还是推车去的呢 这整整的一天 他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 季木齐失踪的事 并且在他出门的时候 还锁上了家里的大门 也拿走了季梦齐的钥匙 更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呢 给季梦齐留言 所以说呀 就算是季梦齐回家 那也进不去家门啊 总之 这约瑟夫这一系列的行为 让人是不得不怀疑他的动机 警方呢 觉着这个拉米河 可能就是季梦齐最后的去向 那冰冷的河里面 可能正漂浮着 我们最不想看到的真相 2019年10月25日 警方将 约瑟夫逮捕 季梦齐失踪的谜团 开始逐渐解开 警方呢 一开始就发现 这约瑟夫家里边的 一个细节 一双 泥巴和杂草 沾满的这种鞋色 约瑟夫呢 倒是挺会编的啊 说他在院子里边 除草的时候啊 不小心弄的 可是警方 是哪有那么好糊弄了 一检测就发现了 这泥巴 明明就不是他院子里的 这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 接下来呢 警方在 拉米河附近的 大张旗鼓的搜索 因为约瑟夫案发后呢 曾经在这神秘兮兮的待了70分钟 不过呢 这次呢 他们是啥也没找到 那案件呢 就陷入了这个死胡同了 但是呢 故事总是充满了转折的 2021年3月25日 季梦齐失踪已经17个月了 一个徒步旅行者 在石桥纪念周立公园 发现了一具遗体 而这里呢 正是约瑟夫 向季梦齐求婚的地方 多么讽刺啊 法医的发现呢 更是让人心寒呢 季梦齐的肋骨 曾经被强力打断 这说明他在生前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警方把遗体周围的泥土和植物样本 和约瑟夫鞋上的泥巴 做了对比 结果是一模一样 这下他再也无法辩解了 于是呢 这个看似平凡的大学生 被控以 一级谋杀罪 面对种种证据 约瑟夫的辩护律师 仍然坚称 季梦齐是意外身亡 因为他和约瑟夫呢 发生了争吵 并且是季梦齐 先对约瑟夫 动的手 那约瑟夫呢 只是防御性的 推了他一把 但没有想到 却发生了意外 这也太扯了吧 这个 之前呢 咱不是说 这季梦齐的肋骨 都被打断了吗 那你说这种防御性的推散 是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吗 尽管约瑟夫一直不承认是故意伤害了 季梦齐 但检方呢 还是从蛛丝马迹中 推断出了事情 大概的起因和经过 警方在调查取证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录音和照片 约瑟夫 一直在威胁季梦齐 你在美国 是你的荣幸 但我不会再帮你申请美国绿卡 我希望你被遣送回去 你认为你自己真的很厉害吗 觉得能够迎合整个社会 总有一天 我会把你埋进土里 除了这些威胁之外 约瑟夫还说了大量极具侮辱性的语言 他说季梦齐吃东西 像猪一样 吐槽季梦齐的家庭和父母等等 这样的话是数不胜数 季梦齐呢 也想过离婚 但是考虑到女儿 开始有点迟疑了 但当他在女儿 四个月的时候呢 发现着约瑟夫 有虐待孩子的倾向 季梦齐呀 是终于下定了决心 准备起诉离婚 哪怕是拿不到美国的绿卡 为了女儿 他也必须要这么做 但约瑟夫啊 不想支付开庭的费用 他想和季梦齐呢 庭外和解 但是季梦齐呢 拒绝了 这也许 就是季梦齐被害的原因 约瑟夫 不愿意支付大笔的律师费 也不愿意 自己的权威 遭到挑战 于是 便走了极端 夺走了季梦齐的生命 最终经过10天的庭审 陪审团裁定约瑟夫犯有二级谋杀罪 被判处28年刑期 而这28年 刚好是季梦齐 短暂的一生 约瑟夫这个家伙虽然被关进了大狱 但留下来的烂摊子还得有人收拾 咱们的这小公主安娜的未来一度就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首先得说说 这个约瑟夫的妈妈本来以为自己 能把孙女抚养长大 但没想到这个事一出 网友们是纷纷的表示 这操作是有点溜 毕竟他的儿子是因为季梦齐的事进去的 这孩子 留给他 能够保证他的心里没点别扭吗 另一边 季梦齐的爸妈也没闲着 他们可是铁了心 要把安娜带回中国 给他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 讲真的 老贺也觉得这才是正解 毕竟家庭的温暖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 太重要了 经过一番的折腾 季梦齐的父母终于是如愿以偿拿到了安娜的抚养权 将他带回中国 咱们只能祝福啊 这小安娜在爷爷奶奶的疼爱之下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这个故事啊 让人心痛 也让人深思 季梦齐的离世是一场悲剧 但是他的故事也提醒着我们 生活中的选择 是多么重要 尤其是对家庭和 爱情的选择 好了 您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 也欢迎订阅 老贺杂话铺 这个频道 祝福好人 一生平安 有什么看法呢 你一生平安 我还没想到